八仙彩色派對發生了嚴重的城堡意外 造成一人死亡 將近500多人受傷 而警方今天又再度約談了相關人等 到警局來製作筆錄 而就在剛剛的公讀生沈浩然是離開了警局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真心情形 你們聽到沈浩然走得相當匆忙 他表示對於發生這種事情非常的難過 因為在發生城堡意外 當時他就是在舞台上面 用二氧化碳試圖要滅火 結果沒想到導致第二次的城堡 導致更多人受傷 因此他對於這次的事件 他是感覺到非常的難過 而其實在稍早之前 今天也首度約談了八仙水上樂園的 總經理陳桂穎 已經行政總監林玉芬 而他們在前兩天都是表示說 他們只是出界場地來推卸這樣的責任 不過在今天他們兩名帶了律師 到警局來製作筆錄 在離開的時候神情是相當的凝重 而且送往士林地檢署來進行復訊 到底今天會不會被轉列為被告 其實都是值得關注的 以上就是現場這件事情 謝謝